纵横大历史 带您探究历史真相 理解历史 现在与未来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 我是主持人孙成 今天呢 我们将会继续进行 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啊 我们是谈到 在1966年的8月下旬 还有9月的中旬呢 先后是由两拨北京的红卫兵啊 来到了上海 这帮人呢 都属于保皇派的老红卫兵 其中呢 第一批到达上海的北京红卫兵是认为 上海各大中学校的文革运动啊 仍然是被党委或者党支部所控制 所以呢 他们觉得上海的运动冷冷清清 就对中共上海市委发起了冲击 并且呢 开始将恐怖的红八月市的大规模暴行 施加在上海民众的身上 而第二批前往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呢 则在出发前当面接受了周恩来的指示 在到达了上海之后 他们就在上海市当局的迎接下 是直高气昂的进入了上海的市中心 把针对上海民众的红八月市暴力 推向了更为疯狂的地步 那么根据文革史学者李迅的研究 第二批北京红卫兵到达上海后 对上海的红八月 没有像在北京那样彻底的展开 感到很不满意 为此呢 他们在上海展开了大规模的仇恨煽动 要求对毛时代的那些非红五类政治建民 进行更为猛烈的攻击 对于这些南下红卫兵的诉求 中共上海市委也进行了配合 李迅的研究讲述了这段历史 他这样谈到 他在文章里说 这些老红卫兵呢 他们在上海热衷宣传血统论 到处啊 张贴这个鬼剑仇对联 就是那个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的这个对联 散发呢 名叫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 此外呢 还有这样的大标语 写着红色恐怖万岁 自来红们站起来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 绝对如此 老前辈 降群魔 大砍大杀 后继人扶妖仔 猛震猛斩 谁敢翻天 阶级路线万岁 等等 这是够疯狂了 而且呢 这帮北京老红卫兵啊 认为上海对抄家对象 是搜查不彻底 被查抄 人家中生活用品人很多 仍然过着剥削生活 所以呢 他们宣称 如果在北京的话 则基本扫光 在北京抄家 不是推门进去 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 不老是就揍 而且呢 他们还向街道干部提议说 黑六类 不能住一栋房子 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 更是在上海大街上散发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 倡议说什么呢 说 反牛鬼蛇神一律减薪 银行存款 电视机 照相机 沙发等 一律没收上缴 保姆啊 一律解雇 一律从高级公寓 别墅搬出 白天 一律进劳改队 晚上 一律写交代 一律挂牛鬼蛇神牌子 不准自行摘下等等 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 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只脚 那么使他勇士不得翻身 对于这批南下红卫兵的嗜好呢 中共上海市委就只能迁就 市委安排他们去砸这个徐家会的大教堂 和抄一些人的家 负责上海政法 和公安工作的市委书记梁国斌说 可以向红卫兵提供一批 地富反怀右分子的名单 让他们去抄家 而事实上呢 这批南下的北京老红卫兵啊 也确实是从中共上海市委那边 拿到过三大本花名册 那么从李迅叙述的这些内容 可以看出来呢 当时啊 从北京南下的这两批老红卫兵们 是何等的暴力和好斗了 而李迅所提到的徐家会大教堂呢 在当时也蒙受了一次非常惨痛的劫难 徐家会大教堂是一座精美的天主教教堂 始建于1896年 由远东第一大教堂的美誉啊 在1966年8月23号这一天 这座教堂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据这件事情的亲历者于吉兴所写的一篇文章 徐家会教堂蒙难记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于吉兴的文章说呢 红卫兵给站在最前排的八人都戴上牛鬼蛇神的高帽子 并在胸前挂上写有姓名的木牌 背后贴着写有职称的大白纸 我记得中间三人是核心人物 他们是张家树主教 李光明神父 陆维独是天主教 爱国会主任 他们虽然低头弯腰 但写得很平静 没有一丝畏惧和愤怒 好像若无其事 身后是低头弯腰的教徒和修女们 工人造反派红卫兵对他们是轮流批判 同时反复呼叫革命口号 我也就是这个于吉兴 站在人群后 右手拿着师院红卫兵发给我的小红旗 上面写着什么呢 写着毛主席万岁 一个感叹号 万万岁 两个感叹号 然后呢 于吉兴他拿着这个红旗啊 就跟着大家一次又一次的把红旗伸向天空 他当时心里想呢 以前外婆对这些被批斗的人是很尊重的 他们不是坏人 因为这个于吉兴他是出自一个天主教的家庭 所以呢 于吉兴他说他嘴巴动动 实际上呢 在默默的念叨说 上帝啊 快快保佑好人吧 之后呢 就是两个半小时多的游街示众了 为了加大对和谐人物的人格侮辱 红卫兵呢 特别在他们反绑着的这个双手上 再系上一根草绳 由后面的红卫兵牵着 就像拉这个牲口一样 那么喊口号举大旗的人呢 走在两侧 于吉兴说他拿着小标与旗子呢 走在游行队伍的中间 途经曹西北路 恒山路 华山路 徐光起 木区等 沿途啊 是反复的呼喊 砸烂徐家会天主堂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等口号 口号声浪 震撼周围大街小巷啊 不一会儿就引来了四面八方的人群 这些人群中呢 有人把垃圾扔向戴着半米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更激进的呢 是冲上前去踢脊脚 再吐上机口弹 那么还有更为严重的 在这个文章里啊 于吉兴了省略号啊 他应该是不忍去写这种侮辱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纵横大历史栏目的回顾文革 我是主持人孙诚 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他接着写道呢 当游街队伍刚过徐光起木区时 一个四十岁出头神强力壮的男人 冲进游行队伍里细看挂牌 当看到主教张家树的时候 突然激动起来 先是骂死骂娘的一堆下流话 好像冤家对头一样 接着呢就是拳打脚踢 好像啊路见仇人 要不是于吉兴和另外两个红卫兵强行把他脱开 张主教也许就会被打死了 因为他一下子被打得跪地而倒 鼻子和嘴巴在流血 高帽子被抛掉 胸前的木牌呢被打成了两半 一半是掉在地上 另一半还搭在脖子上 这个凶手啊 握着肿大的血手说道 要不是那块木牌 我早就结果了它 游行队伍呢 也因为凶手的到来而停下 当凶手在众目睽睽下行凶后 有大大咧咧离开时 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眼睛 都只会盯着看凶手 那么于吉兴说他呢 本能的喝道 你打伤了人不要走 但是却没有人回答 他突然感觉到啊 现场的这些狂热的人们 把这个凶手当成了英雄了 世界真的是变了 那么于吉兴的这篇文章啊 是对当时这场劫难的第一手记录 充满了细节 让人堵了以后呢 是触目惊心啊 接下来呢 他谈到了教堂惨遭破坏的情形 说道 教堂前的广场上燃起了一个大火堆 造反派正在焚烧 从教堂里搬出来的圣品和文物 刚才被油斗的牛鬼蛇神们都跪在一旁 于吉兴呢 用力的挤过去看 刚才那八个戴高帽子的人 现在只留下六个了 他们成了比捡垃圾的还要脏的人 身上除了垃圾还沾满了痰液 一些新痰液正从高帽子边 头发上流到被打肿的脸上 混合了汗水 发出恶心的臭味 于吉兴呢 别扭的弯下腰细细的观看 因为新增加的暴力所产生的恐惧 使他们的脸扭曲得无法认出来 有的瞳孔已经扩大 眼珠死巴巴的盯着地上 就像快要死的人一样 长时间肉体的摧残折磨 已经让他们快要坚持不住了 那么于吉兴的记录里呢 还讲述了更多可怕的细节 说道 有一个人呢 腿在流血 他本能地问是谁打的 马上就有人搭话 说是个北京女红卫兵 用皮带抽的 好人打坏人活该 有一个人呢 被打伤以后已经拖走了 那么听到这些人搭话以后 于吉兴就问道 是谁被拖走了呢 那么这些人就有人回答说 他的木牌写着李光明 他把高帽子拿掉 擦去沾满的檀叶 被北京红卫兵发现 于是呢 被带上兔檀的檀鱼 他又拿掉 于是呢 就被用那个铜檀鱼给打晕了 这种人格侮辱 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呢 实在是太惨无人道了 突然呢 于吉兴看到 跪着的神职人员中 有一人躺倒在地上快要死了 他就马上过去看看 人群中呢 马上又七嘴八舌的议论了起来 说他是装死 天主教是鸦片 谁叫他去吃的 然而呢 于吉兴他是怎么也想不到啊 这个瘦的皮包骨头的修饰 竟然是个盲人 虚弱的身体啊 被折磨得快要没有心跳了 于吉兴呢 就毫不费劲的把这个人抱起来 又忍不住的对着围观的人群喝道 他是瞎子 你们也是瞎子吗 很快呢 人群中就挤过来两个妇女 帮助他照顾这位修士 那么从上面的这些技术可以知道呢 当时那些残酷的打人 侮辱人的行为中 最为凶残的部分 就是由北京红卫兵来做的 在破坏教堂的人群里呢 也有人良知尚存 照顾了被折磨的 奄奄一息的盲人修士 凡此种种的描述呢 都勾勒出了那个疯狂场景之下的众生像 于吉兴接着技术 他在当时的建文说道 我从北边的大门挤进了教堂 啊 上帝 这个宽三十多米 身八十多米 高有二十多米 曾经容纳三千多人 听神父讲经的大堂 现在一眼望去 到处都是拼命在打砸 遍地都是刚才人为产生的破碎物 杂打声和玻璃爆破声 啊 是响个不停啊 就像到了地震灾区 几百个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 已经在此 创历史记录的进行着暴力破坏 工人造反派手上的工具 大多来自自己工厂里 而红卫兵们呢 则就地取材 他们在紧连教堂后的住房里面 把那些神父修女们 床上用来压杖的石心棍 和支撑床架的铁条都拿来 成为了手上的工具 那么鱼鸡星的文章当中啊 实际上还有不少充满细节的描述 可以说呢 是极具冲击力的展示了那场 发生在1966年8月23号的暴行 在这里呢 我们也就不一一的去读了 实际上啊 红卫兵破坏徐家会大教堂 只是当时的上海所发生的 大量类似事件中的一个而已 那么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啊 鱼鸡星的记录里面提到 参加了这场破坏行动的人呢 包括了上海的工人造反派 那么当时的上海呢 拥有大量的产业工人 这些工人呢 对文革的政治态度 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呢 当时的上海工人啊 和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们 确实是有大量的互动的 而其实这背后呢 又涉及了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 这些工人呢 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的 鱼鸡星在这里 把他们称为工人造反派 这个说法 是不是很合适呢 我们会在下一讲中 进行一个分析 事实上呢 文革当中啊 这些所谓的群众组织 包括学生中的 还有这个工人当中的 他的这个派系是相当之复杂的 那么总之呢 此后到了1966年的10月份 随着第三批 北京红卫兵到达了上海 这种权力斗争啊 也随之变得更为激烈 还有复杂了 上海的工人呢 在当地的文革运动中的地位 也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关于这些问题 在下一讲当中呢 我们会进行一个 更为详细的讲述 好了 感谢大家 这个星期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